再看到明年到日本又要多花錢了 因為機票漲幅是高達3成以上 也墊高了團費 以明年春節到北海道 五日遊的團體來看的話 團費是已經破10萬了 成為近10年來的首例 那麼如果想要省一點錢 選擇去泰國 或許是有機會 因為從11月開始 現在不只免簽 廉價航空是更是出了0元的機票 引發了搶購 但是這達人也提醒說 這0元機票出發的日期 是落在明年的5月到8月份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過了免簽的期間 另外還得要額外負擔手續費和稅 所以來回大約是3300元台幣 也不是完全免費 逛水上市集 參觀寺廟 泰國氣候宜人 就算是冬天 同樣吸引遊客前往 尤其從今年11月開始 泰國對台灣採取半年免簽 讓不少國人手刀轉被衝 在機票費用上 也有可能減到便宜 點開聯航網站 輸入台北飛曼谷班機 單程機票落在70到80美元不等 但仔細看 到了明年5月起 卻出現0元機票 讓人看得好心動 只是別以為0元真的通通不用錢 還是得負擔稅和手續費 來回大約3300元台幣 此外旅遊作家也提醒 下手前風險也得考量 那通常颱風季節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會取消 或是說延後 沒有賣得非常滿座的狀況之下 很有可能會延後或是併班 大人提醒 0元機票日期落在明年5月到8月 其實已經過了免簽時期 而且可能也會碰上雨季打亂行程 但就算是這樣 還是先以民眾搶買 看看0元機票 截至11月25號中午前 5月份只剩下5月20這一天 6月則是全部被搶光 7月則剩7號跟9號 還有0元機票 想出國先查好票價 但是國人最愛的日本機票 瘋漲也墊高團費 其中又以日本團 漲幅三成起跳漲最多 以明年2月農曆春節為例 北海道團5天要價破10萬元 成為近10年來首例 到日本旅遊看似越來越貴 反倒是韓國因為航班恢復8成以上 明年1月到3月和今年同期相比 機票價格下降約一成 到時也會反映在團費上 近新聞為了天空未濤 採訪不到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